欢迎锁定中视新闻 全球报道来关心 台中有人募集这辆轿车 引擎盖上趴着一名男子 而且男子不但不下来 还拼命地拍打车窗 驾驶也不理会 倒车再向前又开了200公尺才停下 这画面吓坏了不少人 而警方调查发现 男子趴在引擎盖上的理由抄虾 准备开阀 白色轿车路中倒退 至高点一看 一名黑衣男子居然大自行 趴在引擎盖上 像吸盘一样贴着不动 下一秒他更脚一曲 撑着上身往上爬 拔紧挡风玻璃 哪知这驾驶也没来怕 你不下来我还是要开 即便男子拍窗 驾驶人不理会往前执行 民众看到画面都吓死了 就怕男子掉下来 没死恐怕也只剩半条命 五六十公里紧急扎车 可能就会甩出去了 这个引擎盖上面 应该也是温度蛮高的 引擎工作温度 大概是在95度左右 事发在台中北区中情路一段 到底发生什么事 是假车祸还是有什么纠纷吗 没想到居然是表兄弟 街头巧遇 只因为表哥不让搭顺风车 表弟就爬上表哥车子的引擎盖 闹着玩 车子开到200公尺外的加油站 才停下 两人危险当有趣 警方也没再客气 罚单写好准备寄出去 记者黄翔 富王世函 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 花莲这名男子 他手拿大刀 在街上挥舞游走 民众看到吓了一跳 赶紧报案 而警方赶到现场 男子不断持刀 步步进逼 而且不断叫嚣 就怕发生恐怖的攻击事件 大批远警高举枪支上膛对峙 场面一触即发 把刀放下 把刀放下 停下来 把刀放下 男子拿着刀蟹不断逼近远警 警方高举枪支上膛 戒备对峙 停下来 我定打我 不然我需要强制力啊 停下来 你再重视再看 把刀蟹丢了 人却依旧步步进壁 警方狂喷 辣椒水反击 发现 发现 男子瞬间痛到弯腰 多命持枪远警 当场将人压制上口 花莲正名46岁言姓男子 就对于家人口脚劲拿着木刀狂追出去 被警方制服 官树后 竟气喘发作 腿软送医 嚣张气焰一秒消失 不过酒后闹事 还有这里 几美细致 串烧店 警报冲突 一群人沁身 喝了酒 却拿着生鱼片刀 嬉闹追逐 店家下到报案 警方到场 他们却哭闹 嘶吼没完 带回官树 却爆发第二波冲突 朋友被抓 兽心面子挂不住 带着一伙人冲进分局 想把禁区给掀了 这下全被送办 红堂下肚也叫黄了生日 记者刘吉娇 黄义俊 红玉兰 花莲新北 参访报道 新北是三重一名骑士 他路过看到马路中央 洒满了 掉落在地面上的茄子 他好心下车 想要帮忙清除路障 没有想到遭到后方来车 猛力撞上不幸身亡 而桃园 也有一对母女过马路 直插两步就到了 但是也是被机车高速 这个喷嚏 撞上去之后 喷飞出去翻滚 恐怖瞬间全都曝光 听见路中央蔬果 洒满地 骑士好心下车帮忙减食 没想到这时 一辆车出现 近八人当空气高速冲撞 骑士当场被撞到弹气 炮物线喷飞 重摔爆头 骑士混沌马路 一旁散落满地茄子 他竟是为了捡茄子 赔上性命 原来不久前 一辆货车行进三重 掉落一箱货物 后方旧车梦撞上去 把箱子念爆 瞬间天女散花 茄子狂炸一地 行进的热心骑士 下车清理 想不到被后车撞上惨死 但惊悚车撞人 也发生在桃园 女儿搀扶着老妈妈 趁没车赶快过马路 眼看再走两步就要到了 想不到下一秒 右方一部机车 飞速狂飙而来 梦力撞上两人 瞬间如包林球瓶般 狂倒一地滚啊滚 民众吓到目瞪口呆 老夫人更被撞到蜜围 83岁行人 人在医院抢救中 小虾米遇上大金鱼 还有这一辆邮局的 游舞车又转路口 后方执行 女轻士却疑似反应不及 高速撞上弹飞 游舞车来不及刹车 竟继续将人整个年过 女轻士喵背吃进车底 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民众拿出千斤顶合理台车 竟消更爬进车子底下 与时间抢命 紧急治疗后 七七四的恢复心跳 历经生死的瞬间 见灰一命 大猫熊团团生病了 今年八月下旬 他三度出现了癫痫的症状 18号送往了台大腹射动物医院 接受了核磁共振检查 结果发现 他的左大脑半球 有局部异化坏死 而右大脑半球 也开始出现类似的病变 原方表示 其实团团依照人类的年龄来看 其实是等于是已经 叫做五六十岁的中年人以上了 不能说这样的病毫无致死的风险 毕竟目前还在病变当中 原方会继续密切观察 中原的人气明星大猫熊团团 上个月底还和妻子远远 一起出席庆生趴 开心吃冰蛋糕 但没想到他的身体却出了问题 团团躺在仪器上 进行脑部MRI词症噪音检验 因为在八月中下旬出现食欲不振 嘴吐白沫的症状 保育员追踪监视器发现 团团在八月二十三号上午七点 出现长达三分钟的癫症症状 那我们觉得就是说 不要因为他生病就去限制他 原方发现团团在八月三十号 及三十一号连两天 癫症又发作 身体不平衡会轻微摇晃 九月十八号安排脑部检查 报告显示团团左大脑局部液化 会死病变 右大脑也有类似症状 可能有致命风险 造成这样的病变 其实原因是蛮多的 发炎 感染 肿瘤 血管性的这些成因 其实都有可能 我们现在都有线上 在跟大陆专家这边做联系 团团2008年12月来台 今年九月刚满十八岁 等于人类的五十到六十岁 而人工圈养的猫熊 平均寿命是二十五到三十岁 团团已经算是高龄猫熊 虽然过去国外也有大型猫熊的电弦病例 不过整个发病原因与结果都不尽相同 发生这个病召的位置是在整夜 还有就是在孽夜的部分 那那个部分可能会跟视觉压 还有就是听觉压 一些学习能力可能会有关系 现在粉丝到动物园 暂时看不到团团 原方希望团团好好养病 早日恢复健康 团团加油 高雄有民众拍下了猪肉摊的员工 竟然拿清理环境用的高压水枪 往自己的嘴巴里头喷 民众po网封他是岗山水行侠 不过呢 医师提醒了 这样动作其实非常危险 因为高压水柱的冲击力很强 可能造成口腔粘膜的破损 万一不小心喷到眼睛 最严重有可能失明 猪肉摊员工拿着手上的高压水枪 清理环境 喷着喷着先朝身上喷水 夹压水柱 看起来力道非常强 下一秒拿了水枪就往嘴里喷 水柱喷进嘴里 瞬间流出一堆水 民众拍下影片po上网 搞笑称他是岗山水行侠 他是那个洗猪肉摊的员工 想说记录一下 然后我想发个抖音 没想到就很多人会这样 原本是拿来清理环境工作用的水枪 居然往嘴巴喷 影片曝光 网友纷纷留言 我看了什么 是边上班边可以洗澡吗 这是什么新角色 洗着洗着玩起来了吗 看起来很危险 医师也提醒这样做 很可能会受伤 水枪超强力道水柱 朝脸往嘴巴喷 被说是水行侠 但一个不小心可能就糟了 不仅口腔粘膜会磨损 水质差会增加感染风险 如果方向歪掉 喷到眼睛 还可能造成眼角膜受伤 可能失明 真的很危险 搞笑玩闹把水枪往嘴里喷 变成水行侠 意外掀起讨论 还好没有受伤 不然恐怕笑不出来了 记者刘氏志成 安山高雄采访报道 民众投诉 一家四口只开一台冷气 但是七八月的账单 电费竟然破了一万两千块 质疑电价是不是计算出了问题 因为度数差不多 和去年相比却贵了两千五百块 不少网友都有相同的疑问 认为这电价 怎么好像坐火箭一样在飙呢 不过台电澄清说 去年因为疫情纾困的关系 没有收夏季电价的费用 再加上今年电价又调涨 因此才会让一般百姓觉得 好像电费突然暴增 夏天到了冷气用力 吹漏可以全身套勤凉 但代价也跟着来 接到七八月份电费炸弹 差点没吐血 破一万两千元 民众这么生气 原因在于去年同期用电量 两千五百一十三度 电费九千八百二十七元 但今年用电量两千六百度 只多了八十三度 电费却高达一万两千多块钱 暴增两千五百四十八元 多的一度电破三十元 通批政府在抢钱吗 民众宣称平常只开一台冷气 问了省电人少还只吹电风扇 其他网友也有类似情况 三四月八百多块钱 五六月两千五百多元 七八月破七千元 成等比增加 质疑电力公司抢钱吗 比坐月子还贵 另一名网友账单将近九千元 大骂到底什么问题 台链解释 民众会觉得比去年同期电费 落差大 以投诉人为例 全年多了疫情纾困 优惠一千五百八十二元 今年破千度电费 从六点四一调整为六点九九元 多了将近一千元 才会加起来贵了两千五百多块钱 再加上今年七月一号 电一千度以上呢 我们有调整的单价 提醒民众 夏季电价持续到九月底 使用冷气等高耗能家电 要有心理准备 记得杨树王树红高雄 大乐透的奖金上看 一亿元 而今天刚好又是 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秋分 有些人在这个时候 会特别有偏财运 命令老师分析 凡是名字里头 有火字旁的人 或是这四个生肖 在最近的财运会比较旺 那么结果民众 马上跑去试试手气 结果还真的中了五百块 随着二十四节气 秋分的到来 天气转凉 大乐透奖金加码 上砍一亿元 挂挂乐 投奖也有两百万 有不少民众 在这个时节试试手气 民众当场试试 果然挂中五百块钱 这样的手气 竟然跟他的名字有关 命令老师还点出 这几个字财运特号 名字中有炼 结 炫冰 等火字旁的字 例如周杰伦的结 林志炫的炫 就算名字没带火 发音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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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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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也很能招财 另外像是生肖 属 牛 虎 龙 蛇 这四种人 财运也很旺 听说今天是秋分 属蛇的好像手气不错 所以看到经过这边 生意很好 就想说试试看手气买 结果刚刚试了一张 刮刮乐就中了 说着说着还真是 一买就中 今天是秋分 就是入秋的意思 所以天气非常好 从一大早七点到现在 就是陆陆续续 都有一些民众来集资包牌 虽然说民间信仰不可迷信 但人们都有一个发财梦 就不知秋分时节 财神爷到底眷顾谁 记者杨洁路昕 材宝报道 如果有得选 你会选择敦式 还是坐式的马桶呢 有研究指出敦式的姿势 不但能够帮助膀胱家秧 还能够让你放松 整个骨盆腔的肌肉 但有些人因为膝盖比较不好 只能够选择坐式的马桶 医师也建议千万别采取 半蹲的姿势来如厕 因为长期下来 可能导致膀胱纤维化 甚至导致泌尿科的疾病发生 俗话说人有三级 出门在外难免有需要用厕所的时候 不过要选择敦式马桶还是坐式的呢 蹲下去的角度会比较好上厕所 就是巴黎是整个往下 比较接近你自己的 感觉肠道会比较顺畅一点 坐式 脚这样蹲久了就是会马 每个人习惯不同 但有研究显示上厕所选择敦式的 其实比坐式的好 打开双脚并且完全蹲下 看似普通的姿势具有两大优点 能提供腹部压力 提供膀胱加压 以及放松骨盆底肌肉 但膝盖不好的人 无法做出全蹲姿势 如果选择坐式马桶 姿势也是一大关键 不少人怕脏会半蹲身体 或踩在马桶上上厕所 但医师指出这种姿势 会导致残留尿液多出149% 长期下来恐怕会使膀胱纤维化 坐在马桶上 多数人习惯直立身躯 但医师建议 因采取前寝室坐姿 能增加减尿或排便时负压 另外如果是长辈或膀胱无力者 可以在下方放板凳 有助于改善解便不顺 别小看上厕所姿势 长久下来也会对健康造成影响 记者韩志欣王百英 台中期房报道 新竹县112年再度举办全中运 吉祥物皮皮师和阿茶妹首度亮相 县长杨文科希望全国人都能够来体验 客庄之美畅游浩克竹县 新竹县一向未来 新竹县睽为47年将在112年再度举办全中运 23号举行执行委员会揭牌典礼 穷林锅中运绿体操队 柔软的筋骨搭配协调的律动感 展现丽与美的结合 我们也希望来检验我们新竹县的软实力 硬实力 更展现了我们坚强的意志 要办好这一次全中运 首度亮相的全中运吉祥物皮皮师阿茶妹 都用地方特色命名 展现新竹在地特有精神 老族的权利来筹备 我们相信明年的全中运 精彩可及 新竹县府将提供最好的竞赛场地 及赛会服务 也希望全国民众体验客庄之美 畅游浩克竹县 记者何孟谦 钟孟如新竹报导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